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黄腐蜜,近代著名学者 从小过继给叔父做儿子 黄腐蜜的从小就很顽皮 一直到20岁,还是无心学习 整日在外面游荡,不务正业 有一天呢,黄腐蜜带了一些瓜果回家 高高兴兴地递给了养母 本以为能够讨得老人家欢喜 不料却遭到了养母的责备 你现在20多岁了,却目不识钉,一事无成 没有什么好让我高兴的 况且,修心学习对于你自己有好处 为什么你这样的粗鲁迟钝,不听教话呢 养母说完之后呢,便伤心地流下了泪水 这让黄腐蜜的内心大为震动 感到很对不起养母的养育之恩 和多次的恳切诚挚的劝说 于是呢,开始发愤地读书 因为家境不好,他不得不去种田 但是种田的时候呢,也带着书本 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 他终于博通精识,成了一个有学问的人 并且自称玄艳先生 把撰写书籍当作药物 正当黄腐蜜准备大展残华的时候 却遭到了疾病的侵袭 35岁先是患上了疟疾 42岁又患上了疯尸病 进而半世不遂,右腿逐渐地萎缩 不得不长期卧床 可是越是病得厉害 他就越离不开书 50多岁时几乎所有的书都被他看完了 他又去向皇帝借藏书 为了摆脱病痛的折磨 黄腐蜜决心要自己钻研医术 他找来了很多的医书 开始自己学习 即便是全身关节酸痛难忍 他还是咬牙坚持 终于有一天 黄腐蜜给自己开了药方 能够自己给自己治病 他又开始对传统的针灸进行学习 那么别人学习针灸的都是拿动物去做实验 但是黄腐蜜却把针扎在了自己的身上 经过七年的生死搏斗 他的病痛一点一点的好转了起来 后来居然可以下床走动了 晚年的时候 他独创了一套针灸理论 叫做针灸甲乙经 这本书后来被一家极力的推崇 在日本跟朝鲜还被列入了 医生必读书籍的名目当中 在病榻上 黄腐蜜还完成了史学剧作 帝王世纪 高世传和玄艳春秋等等 成为了近代最著名的学者 胸怀大志自强不息 这是一个成功者的特质 更是指引人们勇往直前的路标 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迷失方向 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说到这儿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也欢迎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